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几款优秀的热门的在线电影APP的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的两款产品是 行业的领导者目前,美团的猫眼电影 还有《后起之秀》也是一家巨头淘宝电影 为什么找这两家呢? 因为一家代表着现在,另一家代表着未来 一家代表着创新型公司,另一家代表着行业巨头 那么这两家有比较好的这种对比的角度 那么我们还是先从战略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那么猫眼电影,它的slogan叫做 不再错过好电影 那么显然 那么它传递给用户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好的电影 那么淘宝呢,它的slogan叫做 发现好电影 也是突出好电影上 那么从这个slogan里面 两者没有太多的区别 都是为了帮助用户来找到好电影 那么从产品定位上看 那么美团旗下的这个猫眼电影 那么是一家集媒体内容 在线购票 用户互动社交和电影衍生品销售等 一站式的这种电影互联网平台 也就是说它的定位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里面既有在线购票 还有内容 还有互动 还有社交 还有衍生品 那么淘宝电影呢 它的定位是不仅为用户提供全国影院的在线选作服务 也为广大影迷搭建了电影资料查询 即影评互动的平台 那么从这里面不难也可以看出 淘宝电影的定位也是在一个平台上 也是提供了除在线选择我购票服务之外 其他的一些服务 比如影评 比如说电影资料的查询 从这里面可以发现 两者都是定位在一个互联网电影的一个平台 虽然是平台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猫眼电影现在的产品线 相对来说多 多的一点在于衍生品的销售 那么淘宝电影虽然也是平台 但是内容相对少一些 这也迎合了我们之前所讲的 那么现在互联网电影 已经不仅仅是在销售渠道进入了互联网 而是电影整体的行业 都进入到了互联网化的这个时代 所以说互联网在对电影的改造 不仅仅是个销售平台的改造 而是一个整体电影的这种平台 我们再来看一看双方的优势 那么对于猫眼电影 它的优势是 美团它有着大量的这种流量 这些流量都是原来团购积累下的一些前期用户 那么原来呢 用户在美团上是团购电影票去兑换的 电影卷兑换 那么有了猫眼电影 可以把这些美团团购的用户 导流到猫眼电影里面 那么因为有这种团购的基因 所以说猫眼电影相对的票价 是比较便宜的 并且 美团优秀的这种低推能力 有着比较强大的线下运营能力 我们再来看看淘宝电影的优势 那么淘宝电影最大的优势 就是阿里系的多渠道流量优势 那么美团 猫眼电影只有美团 那么阿里不仅仅有淘宝 他有天猫 他有支付宝 他有高德 他有UC浏览器 他有等等等等 他有优酷 众多的这种阿里系的 数以亿计的流量 都会为淘宝电影去导流 那么由于这种多产品呢 未来还可以结合其他产品优势 衍生出更大的一些功能和产品 比如说和金融支付宝 就衍生出了娱乐宝类似这种金融类的产品 而这些能力是美团不具有的 那么我们再从结构层上来看一下两款APP 从结构上来看 猫眼把整个产品分成了电影影院发现和我的 那么我的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电影和影院是从两个维度 一个从片一个从地点两个维度去对电影进行分类 那么发现里面有更多的猫眼想推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影评 比如说实时票房 比如说一些衍生品的售卖 还有自己所搭建的社区 这是美团的一些特色 我们再来看一看淘宝电影 淘宝电影它的分类相对来说更为简单 就三大块影院和影片 这两个跟美团几乎差不多 那么下一个就是我的了 它没有做太过深入的社交化 从这个布局上就能看到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从范围层来角度 那么淘宝电影的APP 目前的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所提供的功能都比较基础 并没有自己特色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些特别人性化的互动 内容上更加的偏重于基础功能 哪怕是电影详情页 也只是粗略了一些基本的信息 那么相对来说 猫眼电影的功能 内容就显得更为丰富 并且更加专业 比如说实时的榜单 比如说资讯影评社区和周边产品 应有尽有 可以多维度的去满足观影用户的需求 尤其是对于那些深度的电影爱好者 有着更为强大的吸引力 这是从功能角度 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 那么这两张图 左边是猫眼电影 右边是淘宝电影 那么从表现层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款产品有哪些区别 我们说猫眼电影采用了底部导航和顶部导航的双导航 大家看 顶部有导航 底部有导航 双导航 那么顶部导航又分成三个type 大家看顶部分成热硬 带硬和绑带 由于这种双导航 加上顶部导航有三个type 所以从视剧上感觉略有一些笨重 那么中间内容区呢 是以这种列表的方式去展示 但是它细节内容比较多 让页面的信息比较负载 比如说看 大家看啊 同样的这个 蚁人这部电影 它有了专题 内容比较多 而且呢 在详细信息里面 大家看 有一句话描述 还有一句话 这种影片和拍片的介绍 两行辅助信息 那么相对比而言 相对比而言 淘宝电影会显得比较的简洁 虽然同样用了双导航 但是呢 它的顶部和底部的导航type 都比美团的猫眼电影要少 大家看 美团的这个猫眼电影 底部type是四个 而淘宝是三个 顶部呢 美团猫眼是三个 而淘宝电影是两个 那么这种type的减少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觉得 东西没有那么拥挤了 再加之中间的内容区 仅有一行详情的介绍 大家看 只有一行详情的介绍 相对来说呢 会页面的留白会更多一点 更加适于这种浏览观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表现层的 这个详情页 这个电影的详情页 是整个APP最关键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第一张截图 其实我截了四张图 那么就是猫眼电影的四张图 当然第一屏是这个 下面是往下滑 大家可以看到内容非常的丰富 我以最近最火热的一个影片 夏洛特烦恼为例 大家看 除了有基本的信息之外 基本的简介 购票按钮 那么还有一些媒体库 有些视频宣传标剧照在这里面 后面呢 还有它相关的衍生产品 比如话剧门票 那么导演和主演的详细介绍 后面呢 还有一些资讯 短评 后面就更多了 比如说故事背景 幕后花絮 经典台词 道具布景 电影原声 家长引导 幕后制作 社区热贴等等 内容非常的丰富 同样是这个影片 我们来看一看淘宝电影都设置了哪些内容 淘宝电影非常简单 两屏就能看到了 除了基本的信息和介绍之外 演知人员信息 俊照 还有热门影评 完了 就这点 就这点内容 我们从对比当中不难会发现 猫眼电影的详细介绍 内容更为的丰富 不仅包含了常规的信息 还包含了短评 长评 媒体库 周边产品 社区热贴 票房等等 但是我们看虽然内容比较多 但是我们看看猫眼的这个首页 首页的布局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间接的 它能够在内容丰富和简直之间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而且首页 也突出了这种购票的操作 那么淘宝相比 详细业内容相对少一些 只包含了影片的常规信息 而且购票按钮一直固定在底部 大家看 无论你怎么划 购票按钮一直固定在底部 也突出了淘宝电影这种电商的这种气息 一直都在强化你购票 这是两者的区别 我们再来看一个页面的对比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type 影院 在影院的时候 我们看两者的这个区别 猫眼电影片 影院 以这种列表的方式 但由于绿色绿色之间间距过小 大家看 间距非常小 而内容又非常多 就显得信息过密 并且标签的种类及颜色 过于的杂论 大家看这个 有几种颜色 一种 两种 两种颜色 我们再看标签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标签 会显得非常臃肿 那么标签多 色彩也多 导致反而过于的杂乱 不容易识别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在这些信息里面 它突出的是价格 它把价格搁在了比较显著的位置 那么我们再来看淘宝电影 淘宝电影同样是一种列表式的方式 但是我们看 淘宝电影的这种 类色的间距 字号 留白 都非常的适中 都非常的适中 大家看 留白 非常的适中 它的间距 要比 猫眼的要大 而且内容标签 相对来说 比较的少 而且呢 它的颜色比这个更容易识别 并且我们看 价格在这里面没有突出 而是把距离突出的比较近 那么淘宝电影 它觉得在影院模式下 距离更为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因为如果说你切换到影院模式 你更加注重的是地点 你在地点的维度去选 那么距离往往比价格 更加的重要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这个大部分内容 我们最后呢 来做一下本次课的小节 我们说通过猫眼电影 跟淘宝电影 两个典型应用的这个对比 我们看 虽然说淘宝电影来势汹汹 有着巨大的流量优势 但是很显然 王兴对于猫眼电影的发展 非常的自信 这是得利于他在电影市场上的一些先发优势 无论从用户量 还是从合作院线数量上 那么现在现有的情况 猫眼是有着充足的积累的 那么美团对外公布的一些数据也显示 猫眼去年全年的交易额是50个亿 今年半年的交易票房 已经达到60个亿了 它的全年目标是50个亿 而今年整体的票房市场 大概是在400亿 也就是说猫眼一家 就想吞下整个市场份额的37.5% 这个野心着实不小 也显示着公司对于猫眼电影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我们再看看淘宝电影 淘宝电影虽然说现在的市场份额 用户量远远比不上猫眼电影 但是我们说绝对不能忽视 它背后的流量资源 说到底 电影票比的还是谁的出票能力更强 谁的用户量更多 那么美团的先发优势确实 比这个猫眼 美团先发优势比这位猫眼提 积累了不少用户 但如果你比纯用户量的话 显然未来阿里更具潜力 之前的美团称 其这个活用用户有1.3个亿 但是这个对于阿里来说 其实是小屋见大屋 仅支付宝的10名用户 就已经超过4个亿 再加上手机淘宝 天猫 微博 土豆 优酷土豆 UC高德 这些平台的补充 那么未来 淘宝电影的流量能力 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而在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的各个产品段 已经开始逐渐的 为淘宝电影去输送流量了 所以说猫眼 虽然现在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也不得不谨慎起来 那么我们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来看 其实每一个与互联网结合的这些市场 都有着比较相似的生命周期 先是各路玩家混战 一起把这市场搞大 就像打车外卖一样 那么到达一定阶段之后 更具实力的玩家入场收割这个市场 最终走向了稳定的寡头市场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团购 打车 视频 外卖 其实都是这样 那么电影作为一种非常普及的 用户非常活跃的场景 也必定会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模块 那么到最后还是 各家入口都差不多的时候 这边是如何能够在雷同的这种场景下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成为众多市场参与者 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 本资格的最后呢 还是留一个思考作业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在线电影票APP的产品经理 你打算如何规划设计你未来的产品 你可以把自己市场成为目前市场上的领导者 猫眼电影的产品经理 你也可以把自己市场成为一个追随者 淘宝电影都可以 试想如果你是他们产品经理 你将何去何从 如何去规划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热门产品分析这套系列课程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 在麦子学院里面 来观看超代老师的其他视频相关课程 好 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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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